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近日 华侨青年陈陈 完成了承载着两岸乡愁的创意口罩 又开始投入其他文化元素口罩的创作中 我们第一批做的老家河南的口罩 第一时间通过咱们官方的渠道 然后送到了乌拉格维和柬埔寨 之后的反响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会有很多活动 然后给我们打电话 让我们再给他定制一些这样的 就是类似于文化之类的一些口罩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开始和尝试 河南长远是中国知名未才之乡 陈陈就出生在这里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毕业于意大利美术名校的她 并未停下艺术创作步伐 用创意将中国文化西方艺术 交织在一枚小小的口罩上 陈陈从小学习艺术 2011年时 她前往意大利读研深造油画专业 让其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刚到国外的时候 我们在做很多艺术创作 导师其实不太支持 就是我们去学习别人的东西 我们画出很多东西 有很多西方的影子 她就说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一个文化 就是根性里面的一些东西 两年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陈陈在意大利做的文化项目被搁置 她和妻子索性留在家乡 帮父亲打理生意 但她并未停下艺术创作的步伐 从老家河南 飞夷女书 到两岸相酬 君子文化 她把文字 城市人文 飞夷符号等结合在一起 无声地白描着中国传统文化 陈陈介绍 老家河南系列口罩 设计融合了宅资中国和甲骨文的文字图形 宅资中国这一创意 来自西州国宝及青铜器合尊上的名文 是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文献中 这一设计元素 意在展示中国文字记载的源起 中国甲骨文 来表达我们河南安一样的 就是甲骨文之相 宅自中国 然后讲述的就是我们 这个最早的文字的一个 就是中国的一个体现 一个存在 这些设计多出自 陈陈的碎片时间 旅居海外多年 让陈陈对乡愁的理解愈发深刻 艺术和乡愁 是陈陈和一位中国台湾 涂鸦老人彩虹爷爷的共鸣 彩虹爷爷 二十多岁时候都已经去了台湾 但是从台湾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他因为四年故土 四年家乡 然后就把儿时对那个 就是民俗的那种颜色 然后就涂满了整个村庄 用直接的一种图像的形式 直接印到口罩了 我觉得这个能把这个乡愁 诠释的是最为真切一些 陈陈介绍 在意大利时 每每看到中国功夫 太极 书法等传统文化 吸引很多外国人模仿 学习 这种文化感染力 让中西文化交流 有了很多可能性 而后疫情时代 口罩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媒介 大家都 每个人都在戴口罩 然后我们就 磨生出来了一些新的想法 就是让我们的口罩 除了商品 属性之外 我们想让它有一些文化的一些特征 就是让我们能够 戴上文化自信 然后能够讲述我们自己的一些故事 把它作为一个 就是文化的名片 然后亮出来 目前 陈陈在文化创意口罩上 已投入数十万元人民币 这些口罩 她并未投入市场销售 只向中外 两岸等文化交流活动捐赠 继文化系列口罩后 她还开启了 中医药口罩的研发 和城市地域文化口罩的创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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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